大家好 我是Xia 今年的双11 我从拼多多买了一个M1芯片的MacBook Air 8加256 花了6250块钱 现已安全下车 屏幕没有亮点也没有坏点 电池循环1 国行的原封未激活 下面边播放我的拆箱视频 边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购买这台机器的来龙去脉 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 如果着急的同学 请直接跳到哪个问题的对应的时间点 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为什么敢从拼多多上买这么贵的东西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想尝试一下新鲜事物 我从去年开始尝试 从拼多多上买一些水果和一些小物件 基本上价格都没超过100块钱 这次价格比较贵 算是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就像我这次买深空灰颜色一样 我倒不是因为喜欢这个深空灰的颜色 我以前用的MacBook Pro是银色的 也比较耐看 如果从耐看或者大众比较喜欢的颜色来看 我应该选择银色 但是我这次选择了深空灰 也算是一种尝试 再比如去年也是双11 我第一次买了小米手机是小米10 也算是一种尝试 因为我之前一直没用过小米家的手机 特别是MIUI 我想试一下 用了一年感觉还不错 尝试新鲜事物 这算是第一个原因 下面说一下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便宜 这个MacBook Air官网的价格是7999 教育优惠的价格是7200 但是我没有教育优惠资格 因为它需要大学生的学生证 或者是老师的工作证 所以我只能从苹果官网 或者京东或者天猫 淘宝 拼多多 咸鱼 这几种平台购入 京东在双11的价格是7000出点头 其实我在决定从拼多多百亿补贴 购买这个机器之前也是犹豫过的 因为它太便宜了 但我想京东它敢卖7000 拼多多日常的6500的价格 单从价格这个维度上看 也算是说得过去 应该没问题 再加上双11促销 花个200元的优惠券 最后6200多拿到 也算合理 虽然价格合理 但也不是说拼多多的百亿补贴 就是百分之百没问题 网上有很多视频说 翻车的 不能光看价格美丽 敢于承担这个风险才能下手 下面再说说我是如何选择店铺的 在购买之前我先观察了几天 卖MacBook Air M1的商家还是挺多的 如果加上一个百亿补贴的筛选的话 就没有几家了 但这几家也挺有意思 和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今天是这两家卖6499 等到明天呢 这两家恢复原价 又换两家卖6499 等到第三天呢 又换两家卖6499 可能第四天又是第一家和第二家卖6499 总之这几家带百亿补贴的店铺是来回来去的换 但是这个价格日常的价格都是6499 我从这几家百亿补贴的商家里面选了两家 是怎么选的呢 是通过销量和评论 其实主要是看评论 销量有的是几千 有的是上万 评论就不一样了 具体要看评论的内容 要保持独立思考 不能光看它说好或者说差 具体要看它说好的是哪好 说差的是什么地方差 比如说软件适配差的 这个很正常 具体就不多做介绍了 各位见仁见智 从这些商家里面 我一共挑了两家作为备选 其中有一家 我去年在M1刚发布的时候就关注过 它那个名字里有一个摆字 现在有几万的销量 可惜这次双11 11月1号它家没做促销 我转而从另外一家店铺买的 那家店铺有一个聚合的那个锯子 只有几千的销量 我感觉也不错 这是纯主观感觉 上面说的判断方法 各位仅供参考 在买的时候要自己分析判断 自己选择 自己承担责任 下面再说一下第三个问题 如果从拼多多上买的电脑坏了怎么办呢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说到货的七天之内 如果我想退 拼多多和京东这两家平台是一样的 如果你拆了 就不给七天无理由 它那个箱子 第一层是一个牛皮纸的箱子 上面有一个封条 那是不能撕的 如果撕掉就不能七天无理由 苹果官网上购买的这方面会好一些 好像是15天内 可以随便拆随便用 我上一个MacBook Pro就是从官网买的 它可以15天内 如果你不喜欢就可以 没有理由的退掉 京东和拼多多都是一样的 都不能撕封条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我用了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电脑坏了 遇到这种情况 就直接找苹果官方的售后 如果是苹果电脑自己的原因 苹果是给售后的 不论你是从拼多多百亿补贴购买的 还是京东还是苹果官网 都是一样的 走苹果官方售后 上面这两种情况 唯一的区别就是 收到货之后 那个拆封过程是很重要的 具体怎么拆封怎么检查呢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首先是先检查 牛皮纸箱子的外观 看看有没有磕碰 有没有破损 这是第一关 如果没问题 拆开封条 取出里面的白色的盒子 再检查塑封的白色纸箱 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二关 第三关就比较重要了 那就是拆开这个白色的纸箱 拆塑封 开纸箱 检查里面的配件 然后再检查电脑 看看屏幕是否有亮点 进系统看看电池的循环次数 查一下序列号 看看是否是未激活 另外型号是否对白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 我感觉可以说是安全下车 拼多多的店铺要求买家 在开箱的时候要全程录像 不能停也不能剪辑 这是为了防止售后扯皮 我录制这个开箱视频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用的 没想到没用上 就做了一个开箱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再看最后一个问题 内存选8个G还是16个G 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 本来我一直选的是8个G 就在双十一前夕 我决定从京东购买16个G的版本 而且付了定金 可是等到11月1号的那天上午 我又决定从拼多多百亿补贴买8G的版本 于是呢 支付了京东的16个G的那款的尾款 紧跟着又申请了退款 咱别给京东物流添麻烦 他们也挺忙的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定金和尾款都退还到账了 那到底是选8G还是16G呢 这个要根据需求和预算来定 拼多多的8G是6250块钱 白衣补贴当时是没有16G的版本 京东的16G是8600块钱 咸鱼上16G的是澳门教育优惠版8100块钱 那最后我决定要么就是拼多多的8G 要么就是京东的16G 一个8600一个6250 中间差价是2300 这个2300买8G内存 我感觉不值 因为这2300我觉得可以换一套 库瑞11500再加B500了 如果它差价1000 我估计就会上16G了 但是2300我觉得真不值 对于我的需求 8G是够的 我之前用的这个MacBook Pro 是2013年末的版本 它也是8G 但是连破老矣 它已经不能胜任如今的4K需求 这个慢它不是内存不够而导致的慢 而是芯片的速度跟不上了 但是现在咱们也别把话说的太满 等我用一阵子 如果觉得这个M1的8G不够用 如果打脸了再和大家分享分享 那什么人觉得8G不够呢 我在购买之前看了网上有很多评论 都说8G不够 会把硬盘当虚拟内存使用 会往硬盘里写入大量的数据 而导致硬盘寿命受影响 我觉得对于那种高负载 重负载的需求 8G的内存是不够的 比如视频剪辑工作 或者在本地电脑上做大数据的处理 像这种工作 其实16G的内存 对于它们来说也是不够的 它们可能需要32G或者64G 但2021年10月之前 M1芯片最大支持的内存只有16G 所以它们经常说 8G不够要上16G 我感觉它们真正需要的是 2021年 也就是今年10月份发布的 那个M1 Pro和M1 Max 这两款芯片速度又快 支持的内存又大 显卡的核心数又多 才适合它们高负载重负载的需求 回顾一下我的需求 第一不需要处理大数据 第二我不做多条的4K视频 甚至不会套蜡的 第三我不用虚拟机或者是Ducker 我甚至连什么是Ducker 它能做什么都不知道 这台M1芯片的MacBook Air 8加256 我就是用来办公的 有时还做一些轻度的视频剪辑 够用了 偶尔出现一些虚拟内存也无所谓 如果我以后也做什么大数据处理 什么影片剪辑 什么套色之类的 我也不会用这台笔记本 而是会选择重新购买一台M1 Pro这种级别的电脑 关于这台笔记本的开箱以及购买之前的一些分析判断 就分享到这里 这台笔记本我现在已经用了几天了 有很多感想 等以后再做视频和各位分享 这台电脑给我最大的感受 那就是快太快了 又轻又快 顺便说一下 我这台老的MacBook Pro现在可以出掉了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过私信或者留言 这台MacBook Pro是2013年末版本的 我是在2014年初好像是1月份购买的 是从苹果官网购买的 它的配置是i5 酷睿第四代的i5 8加256 屏幕分辨率是2560乘1600 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这个MacBook Pro 刚买的时候 好像不到一个月就让我摔过一次 把它放在双肩包里边 那个包摔了一下 左上角的位置外观有点变形 我当时特别心疼 赶快预约了苹果的那个天台吧 让苹果的技术工程师给看一下 他检查之后说没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后来一用就是用了七八年 另外好像是从前年开始吧 它这个底面有点古包了 我也问过苹果客服 他们说可以换电池 但是换电池的价格可能比较贵 我就没换 因为当时也想重新再买一个本 我也没手动换电池 外面的电池价格应该是200多块钱 自己也可以换 因为我早就打算要换本了 所以就没再继续折腾电池 还不如用原装的更可靠 现在基本上外出带出去写写字 上上网能用两个小时 这台Minebook Pro最大支持的系统版本 是Big Sur 我也用过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使用10.13 运行速度和反应速度比较快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elle 我们下次见